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继续来探讨一下 现在看到苏俊斌 他在公开的场合 是不是他说 如果你把票投给宋楚瑜 就等于是投蔡英文 这个所谓的气宝 已经是正式发酵 开了第一枪呢 国民党台南市立委参选人苏俊斌 他在竞选总部成立的时候 他替马英九拉票 结果就喊出了投送 就等于是投蔡英文一票 那么这个气宋宝马之说 让宋楚瑜就非常的不高兴 他还扬言要向苏俊斌提告 苏俊斌也赶紧就回应了 他说尊重宋楚瑜的法律见解 他强调气宋宝马 是表达出基层蓝军选民的心声 高喊动算 正宗马家军子弟兵苏俊斌 眼看总统选情越来越危急 主动出手开了气宋宝马第一强 今年1月14 让苏俊斌登陆月球 让马英九当选成功 破破 好 苏俊斌台上激情喊话 说票投给宋楚瑜 等于投蔡英文一票 还说宋楚瑜拿的每一张选票 都是蔡英文的 讲完台下群众大喊气宋宝马 担心泛蓝分裂 苏俊斌几乎哽咽着替马总统呼票 把宋楚瑜和蔡英文亢作会 要泛蓝选民选边站 可惹火了宋楚瑜 我的律师已经在进行了解 准备进行法律上面相关的程序 准备警告吗 他们会从法律上面 意图使人不当选 这是法律的公诉税 严重了 我是意图使中华民国 能够再有稳健四年的发展 我们没有意图使谁不当选 我们表达了南军基层心中的期待 心中的焦虑 不会言 投送属于等于投给蔡英文 是蓝营基层的焦虑 苏俊斌此话一出 似乎也暗示着国民党 遵送路线可能为调 毕竟两军对阵是敌人 还是朋友 得分清楚一点 比较好 春节台北高雄最后报道 好 这个如果说要告的话 苏俊斌会被告 他告得成吗 因为这第一公诉罪 第二我请教一下义红 他最主要就是说 意图使人不当选 那苏俊斌他讲了 我没有意图使人不当选 很多人都把这个事情搞错了 选举都是意图使人不当选 对 没有我当选 选举都是他不好我好 对 意图使人不当选 什么叫意图使人不当选 这个平时啊 在行法就叫诽谤罪 是 那平时那个是告诉乃论 告诉乃论 是 那选举的时候 你如果捏造不实的事项 我宋楚瑜 譬如说我宋楚瑜 我没有跟人家去饭店 你说我带你来就是饭店 用这个来抹黑我 对 捏造不实的事项 我在选举期间 这个是意图使人不当选 我没有干这种事嘛 我说你宋楚瑜能力不好 你不是讲马亦修能力不好吗 我说宋楚瑜你已经过气了 不能讲这个不能讲 当然可以讲 选举都是意图使人不当选 重点在有没有 捏造不实的事项 有没有平时的诽谤 在选举 就是意图使人不当选 就是公诉罪 所以任何宣传 超越难力的 一个不放心了 一个不安心了 那你不是意图使人不当选 这么简单的法律关系 不要跟律师研究 要选总统的人 宋楚瑜说要跟律师研究 你用研究了 研究就研究到刘玉宏身上 这么简单的法律 法律常识 你还要跟律师研究 还要提告 你说你这个 你都有能力 我都不相信 你骂多少人 你超越难力 你骂了多少人 谁都不如你行 那苏军 只不过说你如果投了宋楚瑜 就等于是投成英文一票 就等于说蔡英文 不要那么客气 大家以后不要怕 就说不要投给宋楚瑜 投给马英九 你不要投给许天台 投给苏军斌 这不行吗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这么简单的道理还要讨论吗 这是合乎法律的 来 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 其实意图属联不当选 它有一个前提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必须是谣言不实的东西 你说 你像苏军斌讲说 你投给宋楚瑜 就等于是投给蔡英文 如果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2000年宋楚瑜先生在选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亲民党 那时候局营不是有一句话吗 气联保送 那是一直讲到最后一天 那气联保送是不是 就是也是可以这样去看 所以它其实有一个部分 它其实是属于言论自由的部分 也就是对于选情的判断 支持宋楚瑜 就等于会支持蔡英文 或者当年2000年的气联保送 这都是你对大选的一个看法 可是如果你制造的是一个谣言 对梁文杰会比较不好意思一点 因为我觉得梁文杰的 法律的风险比较高 我因为他没有被告这一条 就是说意图谁人不当选 因为他那个时候在友台上节目的时候 他是讲到那个三亿的事情 陈英柱 那马英九跟陈英柱要三亿这个事情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事实认定的问题 就是说有没有这个事实的存在 如果说今天说马英九总统跟陈英柱见过面 这个你是没办法讲他什么的 可是你讲说有一个三亿的政治现金存在的时候 这就涉及到这是不是一个谣言的问题了 那他又是一个候选人 那这就产生了那个意图使人不当选的问题 可是即使是如此 对梁文杰来讲 他的法律风险还是比较低的 因为他现在被告民事 B2史人不当也是一个公诉罪 可是他有一个前提 他是非告出乃论 也就是说当国民党也好 或者当马英九先生 他们有去告你的时候 梁文杰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可是梁文杰是有这个风险的 大概是这样的状况 是 那丁委员您自己是选举的战场老将 你怎么看这个事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来操作这个气宝 基本上效应是很低的 而且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气宝 跟2000年那个时候 连宋那个时候分开的那个时候的气宝 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现在蓝绿已经尖锐这个竞争 已经这样子激烈了 那么再加上过去这段时期 事实上蓝有蓝的品牌 绿有绿的支持者 那么送有送的这个支持者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说这个影响说去操作气宝 就会影响到中间的票的转移不大 事实上这个话都是讲给自己的群众听的 就讲给自己的群众 只是顾自己的票的这个效果多一点而已 你说会因为这样子会把送的票 会挖到蓝营的票来也不可能 为什么我们看到一般来讲 在这个社会里面总有大概百分之二十几 全世界先进民主国家的投票率 大概是五六成 那拿台湾来讲 现在激烈竞争一点 大概可以达到这个七成左右 七成八成这样的情形 那也有将近百分之二十的人 是对政治冷漠的 对政治不关心的 对政治甚至是反感的 那这些人 他就是不满意蓝的 那过去他是不投票 那现在有一个送的出来骂两边 他随便有一部分的转移 投到这个地方去了 那即使没有送 这些票也回到不投票 冷漠的那一群里面 所以我说现在去讲什么 气宝气宝这些话不会影响到 阵营之间选票流失 因为已经立场这么鲜明了 政策辩论也这么久了 而且个人政治人物在过去这段时间的 各方面的表现评价早有定论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这话都讲给自己听的 影响不到什么选票 所以我们还以为是不是在操作气宝呢 失诚那你的看法呢 因为他现场在一个造势场合嘛 那总是讲一些记忆人心的话嘛 如果你肉肉灯讲一些有的不的证件 恐怕现场热不起来 我就要讲话说 讲这个话让大家觉得说 哇 敢这样讲啊 听到这样很专心 那我讲说 这种所谓意图使人不当选啊 我觉得丁委员就是啊 经常意图使人不当选啊 他每次当选就有人不当选啊 所以他这个是不是被告他 没有没有 我从过去都讲这句好 而且如果说这样就意图使人不当选 那请问一下 讲一讲黑金沸腾呢 祸国殃民呢 这算不算意图使人不当选 我觉得讲这个没有意义 如果选举还没有正式开始啊 因为我还没公布名单嘛 就这样告来告去 那真的是浪费司法资源 我觉得大家各自努力吧 对别人讲的话 除非是我真的悟空你 刚刚一红讲的 我说你去干嘛 去旅馆干嘛 这个事情要告他之外 其他部分呢 我觉得不要再动用司法来玩选举啊 司法已经够忙够累的人 玩这个选举 我觉得真的是浪费司法资源 没有啦 好 等一下回来 我们也继续来看 这个现在呢 不仅是这个苏俊斌啊 那么他在开炮 然后呢 其实我们看到国民党大佬 包括郝伯村 那么他也来停马 并且呢 也对宋楚瑜伯有为辞 我们稍微来听听看